国信乡南港村金瓜山农路 是农民产业运输 以及梅花季由柯赏梅通行的主要道路 但是因为日前连日的好大雨 造成土石崩落 加上路面也久未整修 感谢行政院中办 以及南投水保局共同努力 让这条农路得以改善 和我们许代表努力的结果 今天在我计划山 也受到我们水保局的协讯 来感谢这条路 在这里代表我的船民 来感谢我们的水保局 以及我们的执行长 和我们的许代表共同努力 来完成这条路 来改善我们的路况 县议员陈宜君表示 南港村金瓜山农路 因为酒味收散 也造成不管是农业运输上 或是观光发展上 有很大的缺失 也感谢行政院中办 以及南投水保局 能够允诺来改善 保障幼路人安全 国庆乡在这几年 每逢梅花开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 来到我们南港的金瓜山 但是在领外道路的部分 最近我们发现 由于大雨的冲刷 这个农路长久都没有去修复它 所以也造成连外道路 不管是在运输上面 或者是观光路线上面 都有一个很大的缺失 我们很感谢行政院中办 蔡培会执行长 带了我们水保局 南投分局 一起来会堪 希望透过这样子 来改善我们的农路 也促进我们的运输跟交通 副理长潘一泉表示 国庆金瓜山农路 除了是当地居民 重要的产业运输道路之外 同时也是赏媒际 游客通行的主要道路 除了肯定行政院中办 以及南投水保局的用心之外 也希望能够尽速来修缮 保障拥路人安全 记者陈伟一 国姓香采访报道